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火锅的秘密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嘉医科医师陈伯承陈医师 家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医药组记者杨兴杰 家芳好 大家好 提到这个火锅相信是很多人的最爱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吃火锅的时候要避免哪一种食物食用过量 第一个是芋头 第二个是锅底粥 第三个是焦鱼片 我们先来问问阿德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二 锅底粥 为什么 因为锅底我们说锅底那个汤头 大家说汤的热量其实很高 然后又摄取了很多食材的精华在里面 所以吃锅底粥我怕会吃太多的话 我怕会摄取太多热量 然后有太多的营养素在里面 嗯 是 芝芝呢 我也是觉得是二号锅底粥 因为它里头就是吸了非常多的精华 然后再加上饭下去的话就是有淀粉 所以感觉热量超高 吃了就很容易变胖 嗯 对 那那呢 我觉得是芋头耶 因为感觉芋头吃多了就会脏气 然后像我朋友他吃芋头的时候还会过敏 所以陈医师芋头跟这个锅底粥都有人选了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我们正确答案其实是二 就是锅底粥 那锅底粥就是我们在煮火锅之后 它剩下在后面的最精华的部位 那最精华的部位 它其实热量是最高的 盐分也是最高的 而且超级浓缩 在超级浓缩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加了淀粉的饭下去 尤其是过度精致的 比如说白米 而不是糙米饭的话 那这样子摄取下去 其实我们热量会摄取过多 那前面的芋头跟鲦魚片 它是属于圆形的 它不是加工过的食品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去多摄取 那但是你在摄取过程中 如果你会产生所谓的过敏的问题的话 那竟然就不要吃到过敏的东西 那讲到过敏这个部分 锅底之后 因为我们在煮火锅的时候 会放很多食材 那这些食材里面 有可能一两样 是可能对某一个人是过敏的 那过敏的食材如果煮过之后 它有可能的过敏的残留 会在那个锅底里面 所以当你去吃锅底粥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吃到那个食材 可是那个食材的过敏源 可能已经在那个汤底里面 被你顺便一起也吃进去 所以你虽然避开可能 某一些食材的过敏源 但是所有精华都浓缩在那个锅里面 没错 提到这个火锅 其实它的种类有非常多种 例如说包含了什么麻辣锅 姜母鸭等等 那不知道说像你们自己本身 以阿德来讲好了 你们都喜欢吃什么样的锅底的一个火锅 我个人当然最喜欢的是麻辣锅 所以通常我们一般在外面吃 吃到饱店的时候 我们会选鸳鸯锅吃两种口味 我个人会喜欢搭配麻辣锅的 就是这个花雕鸡锅 就是那个会加花雕酒再进去的 那个香味会整个散发出来 那很香 然后那个鸡又很嫩 所以每次都是先吃麻辣锅 再吃花雕鸡清香的 然后再吃完再吃麻辣锅 就这样子无限轮回可以吃好久 一次至少一次可以吃个十碗以上 十碗以上 一次狂吃个大概一两个小时 都不是问题 至少两个小时以上跑不掉 听你这样讲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芝芝呢 我是最喜欢吃麻辣锅 因为我就是吃比较重口味 所以我麻辣锅也都吃很辣 然后我会无限的加那个锅底 就像鸭血啊豆腐那些 对就很好吃 所以我就会一直夹这样 所以你就是大概都是点 一大锅的麻辣锅这样慢慢 就是都吃麻辣的 就不吃清糖都吃麻辣的 对 亮亮呢 我都喜欢海鲜锅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鱼肉啊 然后螃蟹 虾子之类 而且我觉得就是用海鲜去煮的汤 它都会比较鲜甜 对 有的人喜欢吃麻辣锅啦 然后有的人喜欢吃花雕的这些锅 那欣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药蒜的 就是里面有加药蒜的锅 然后像我们家其实 比较常煮的是海鲜锅 他们就会去买鱼头 然后去煎做汤底 所以陈医师你看到 这么多的这种火锅的汤底 听起来就好美味 可是其实最近我们一连串的 食品安全的这些事件 那有人说汤底是一个火锅的生命 那到底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添加物进去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让东西好吃 有时候我们要加一点点香料啊 或者香精啊 或者是高盐分 或者是所谓的味精的这一部分 把那个鲜味给提出来 但是我们为了要这么一下子吃这么多的一些美味进去的话 我们差不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能不能承受一下那个热量 刚才说可以吃到10碗以上 你平常不会吃10碗的人 你会吃到10碗以上 那真的是热量瞬间爆的真太多 再来就是说它里面浓得太多的盐分 糖分 还有我们不要的一些香精在里面 或者是麻辣的油 我们有时候会吃到麻辣锅这部分 麻辣的油在里面 其实我们肠味会在短时间内受不了 所以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去衡量我们自己 平时的食量是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餐是一模一样的 该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要因为它就是特别的美味 我们就多吃了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在吃这个锅的话 这一家商店它提供给我们的锅 是不是比较纯正一点的 它会不会加东加西 它里面是不是说它所讲的 因为怕的就是有些东西它加进去 会导致我们过敏 那最常见的过敏源 其实就是胃经 很多人是对胃经过敏的 有些人吃完嘴舌头会麻 没错 其实很多人吃完之后 尤其这些重口味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的舌头好像麻掉 甚至会有一点瑟瑟的感觉 其实有些都不是很对的 所以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刚刚陈医师一直有提到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添加一些东西 可是火锅的汤底真的很美味 那是不是为了健康要少喝 是 其实不是在台湾 我们这个地方在吃火锅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都会 那其实在像对岸的话 他们吃火锅是不喝汤底 主要是刷过是吃那个的肉的 那像在日本的话 他们吃拉面是吃那个面 他们也不喝那个的汤底 虽然他们的汤是比较咸的 但是我们的习惯在这边 是主要还是要去喝那个汤 我们觉得那个汤底 是整个锅的灵魂在 精华就在那里 可是吃了那么多 真的我们有办法消耗得了吗 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在 再来我们吃了那么多 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吗 那我们不会因为说 我们今天可能是需要摄取这么多的热量 就忽略掉我们该摄取的蔬果 或者纤维 那这样子就对我们有点不大好了 可是难免我们在坊间上还是有一些 例如说他会加一些 像是我们刚提到的花雕酒啦 或者是对啊 那个羊肉炉姜母鸭等等 欣姐像他这里面的这个热量跟吶含量 到底有多高啊 此时其实是非常的惊人 之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他就有做一个调查 就市售火锅热量的排行还有热量的排行 那其实我们看到大家最喜欢吃的麻辣火锅 他就排行第一名 他光是汤底喔 不加任何的料 他就有800到1800大卡 他就是一个人分 然后其实他没有做统计啊 基本上你吃一餐麻辣火锅 就会吃掉2400大卡 已经超过每日建议量的1800大卡 对 是 所以你吃一次火锅 你就三餐不用吃 你的热量还会超标这样 是 是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他的钠也非常惊人 他吃一餐啊 就有6400毫克的钠 那基本上我们一天 但只需要2400毫克的钠就够了 所以他超标快近三倍耶 对啊 听起来好可怕 我吃一次 不仅我身体的热量超标 我的钠也超过三天的一个摄取量了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看起来火锅都不太健康 热量都很高 我想问一下医生 就是我平常很喜欢吃 像是那种火锅的那种蛋饺 咽饺 然后那些就是煮汤的时候 就会比较油腻 那想要问一下说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不健康的添加物 吃得对身体有没有不好 其实这都是属于加工食品 那加工食品为了好吃 它一定要把盐分加增加 糖分增加 那当然油脂这一部分 也要加进去 那油脂最香的是动物的油 而不是非饱和脂肪 所以在这个部分 它要做一个加工食品的时候 它为了口感要好 它其实会加了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不需要摄取的东西在里面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的热量非常的高 那我们从这个图谱来看的话 它就是说我们的加工食品里面 常见的一些火锅料 那这个是每一个的一个热量来看 那这些热量都非常的高 那你如果从头到脚 每一个都吃的话 其实你已经吃了好几碗饭的热量了 然后就像你吃像这个贡丸的话 如果你把它算成是每一个五十的话 大概吃到第六颗 你已经超过一碗饭的热量了 所以吃一个五六颗贡丸 你搞不好还没有满足 你会觉得说还没有饱足 也没有满足 我今天吃火锅就是要多吃一点 结果才吃了这样 我已经吃了一碗饭的热量了 所以特别要去注意一下那个热量的测量 而且加工食品里面 它的盐分是真的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除了这个火锅的火锅料之外 像阿德 你刚刚有提到 你有时候一口气可以吃掉十碗 应该也是掏客之一 然后你的这个吃火锅的那个配料 酱料你都是怎么用的 像我常常喜欢在我的那个酱料 沙茶酱里面再放一颗生蛋豪 就会觉得这样口感比较浓郁 比较有feel 比较有那个吃火锅的feel 那可是有曾经看过 好像网路上还是报章杂志上 报章杂志上有人说这个生蛋豪 其实是里面有一些细菌在 不晓得那寄生虫 然后不晓得这个对我们人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 我们鸡蛋就是一定要把它外壳先洗干净 然后我们鸡蛋也是不希望你去吃生的 希望是熟一点的 那鸡蛋外面的话我们最怕的就是 沙门感菌的一个感染 沙门感菌导致我们腹泻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鸡蛋如果要吃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你把它煮熟 再来呢 我们很容易在去做这个酌料的时候 都是只吃蛋黄 不吃蛋白 可是鸡蛋里面它最好的地方是它的油脂蛋白 是它的蛋白这一部分 蛋黄其实是属于做热量最高的地方 胆固醇最高的 虽然它有一些软磷子维生素B群在里面 没有错 可是呢 去吃到生的蛋黄 你就要注意到那个蛋黄一吃下去的话 你再加上沙茶的热量 你那个调味已经搞不好超过你好几碗饭的热量 所以火锅的配料酱料真的是很重要 那还有哪一些是属于低热量的食材可以跟火锅一起搭配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